美好的旅行向天堂 糟糕的旅遊是業障 大家好歡迎收聽宵業障旅行團 我是各位的隨團領隊Brian 才剛剛過完三天的連假 這個禮拜只有上班四天的時間 但是感覺時間好像過得很慢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在等什麼東西的感覺 從上個星期五倍券開始使用的時候 接下來就是等台中購物節開始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等著要抽各部會的加碼券 像今年的加碼券改成統一登入然後分開中間之後 我就覺得他好像變得很難中 因為像去年抽籤的時候是只看身份證的最後一碼 所以感覺中獎機率還蠻高的 可是今年改成看身份證的最後兩碼或者是三碼 所以雖然一個禮拜抽一次總共可以抽四個禮拜 但是我感覺好像比去年難中得多了 像我自己家裡綁定五個人 這個禮拜就只有抽中一個一放券的名額 然後像10月10號才開始的那個台中購物節 雖然只有五百塊的消費才有一次的抽獎機會 但是這一次才開始不到一個星期 登入的金額就已經快要超過五億了 所以這個數字真的蠻驚人的 雖然說他這個數字是包含了優惠店家的倍數 但是這個數字還是真的蠻可怕的 所以我覺得啊 如果想要抽中豪宅好像是沒有這麼容易 所以我可能還是只能繼續努力工作 然後繼續努力斜槓做Podcast 那麼在上上一期的節目裡面我們有跟大家介紹歐元設計 本來上個禮拜就要接著繼續講的 但是呢因為上個禮拜在打電動 所以呢就介紹了哈利波特 那這一期呢就繼續來跟大家介紹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們還沒有跟大家詳細的說明 就是這個歐元鈔票正面跟背面的圖案所代表的意義 因為呢上次我們有說到啊 歐元的設計最後是採用一個奧地利設計師的作品 那當時的這個設計師他為了每一張鈔票設計上面的一致性 還有這個關聯性 所以呢最後他決定用不同實際的建築特色來去呈現 歐洲的時代與風格的這個設計主題 那在每一張歐元的鈔票上面呢其實都有兩個跟建築有關的圖案 一個呢就是正面的門窗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他背面的橋樑 不過我們上次有提到啊 因為避免這個鈔票的歐元上面出現特定國家的地標 或者是象徵 所以不管是上面的門窗或者是橋樑 都不是這個世界上有存在每個地方的任何的建築物 雖然有一些他長得真的很像 但是 並沒有完全造草的 那為什麼要用門窗跟橋樑呢 是因為這個門窗啊 象徵著這個歐盟 開放跟合作的核心精神 那橋樑呢就代表這個歐元呢 是歐盟跟其他國家交流的橋樑 而且這七種不同面額的歐元啊 上面的建築幾乎就可以說包含了整個歐洲建築風格的眼鏡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這一期的節目就一個一個來跟大家介紹吧 首先呢 第一張是歐元的五塊錢 這個五塊錢呢 是歐元鈔票裡面最小面額的一張 那他正面的圖案呢 是一個像是有門的牆壁 然後旁邊有四個柱子 那這個圖案呢代表的是公元前八世紀到 西元四世紀的時候也就是古希臘跟古羅馬時期的這個建築風格 之前呢有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歐洲的歷史啊 是從希臘開始發源的 所以理所當然的建築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那麼古希臘時期的建築特色是什麼呢 大家比較有印象的古希臘建築應該就是那種很多的神殿 不管是雅典納神殿啦 還是宙斯神殿啦 阿波羅神殿 因為古希臘的人很重視神靈的這個信仰 還有祭司的活動 所以他們的建築藝術呢也主要都展現在神殿的建造上面 其中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謂的柱式建築 就是一根柱子一根柱子的那個柱式 那你會發現呢不管什麼神殿都是一個屋頂 然後加上很多根的柱子 那雖然這些柱子呢看起來長的都是一模一樣 但實際上呢他還是有大略的分成三種 第一種呢叫做多利克式 那這種柱子呢是最早出現的柱子形態 那也因為他最早出現 所以他的造型呢也就比較簡單 除了柱子上面有一些溝槽之外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造型 那柱子本身呢也沒有底座 加上他粗粗壯的外型 所以呢後來也曾經有人說他是男性柱 那麼既然有男性柱就一定也有女性柱 所以呢接下來的第二種柱子 艾奧尼克式呢 這種柱子呢就是相對來說比較細緻的女性柱 因為呢他開始有底座了 而且柱子的頂端呢也開始設計這種螺旋形的 紋路的造型 所以呢如果 你剛好手邊有 5塊錢歐元的話 你就會發現上面的柱子就是屬於這一種 愛奧尼克式 那最後呢 最後的一種呢 就是更花俏的形式 他叫做科林斯式 因為這種柱子呢 是從愛奧尼克式演變過來的 那會做成這種很特殊的形狀呢 是傳說有這個神廟的設計師 建築師啊 他看到了一個被籃子壓著的那種 兩條葉子所產生的這種靈感 所以呢這個柱子的特色就是他在柱子的頂部呢 從螺旋形變成了很像植物的造型 那剛才前面說的這三種柱子啊 多利克 愛奧尼克跟科林斯式 其實他的名字主要都是 來自這些 最早或者是最多出土的發現地 那他的樣式呢 就只是差在裝飾的效果 跟柱子本身的功能上面來說呢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不過啊因為我們剛才說的第三種 這個科林斯式的柱子 他發明的時間是比較晚的 所以其實希臘大部分的神殿 都是以前面那兩種 科林斯跟愛奧尼克式的比較多 但是呢 古希臘被古羅馬給征服了之後呢 古希臘的這個信仰跟建築呢 都沒有因為被征服之後而消失 反而是被完整的讓古羅馬給吸收了這些的文化 所以呢像各位如果聽過這個羅馬神話 你就會發現其實他裡面的神跟希臘神話神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名字有點不太一樣而已 比如說呢這個海神波塞頓 在羅馬神話裡面呢就變成了這個涅普頓 那建築也是 所以呢在羅馬征服了希臘之後呢完全吸收了他們對於神殿啊 還有這個劇場的建築方式 而且還把柱子的形式呢 從三種變成了五種 可是啊這個時候在羅馬呢就遇到了一個問題 因為啊這個古羅馬所在的這個位置 叫做雅兵林半島 其實就是現在意大利的那個長得像靴子的那一塊 那他周邊呢是有火山 那當然也就會有一些地震 所以呢像是這種古希臘的這種柱子的結構呢就不夠堅固 而且呢他也沒有辦法蓋比較高大的建築 所以呢在古羅馬時期呢就出現了兩個建築史上很重要的發明 一個呢就是像現在的水泥一樣的東西 因為地利之變的關係呢 所以羅馬人可以很容易的取得這個沙漿 石灰啦 還有這個火山灰來做成混凝土 那可以提高建築的強度 另外一個呢就是這個券拱的使用 這個券拱這個券呢就是五倍券的券 拱呢就是拱門的拱 也就是這個5塊錢 歐元5塊錢跟10塊錢這個正面上面那個拱門的那種技術 其實這個拱形其實不是羅馬人發明的 只是羅馬人在他們這個時期呢把它給發揚光大了 而且大量的應用在他們當時古羅馬的建築裡面 所以像各位如果去羅馬一定會去參觀這個萬神殿啊 或者是羅馬競技場啊 還有旁邊的軍事坦丁凱旋門啊 都是像是自用這種技術跟材料所蓋出來的東西 尤其是這個萬神殿 你在它的外觀呢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它結合了希臘的 還有羅馬的注釋建築跟這個員工混凝土的建築技術 可以說是當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標性建築物 那像這樣子的建築風格呢 一直差不多延續到西元的四世紀左右 才有稍微的慢慢開始改變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歐元的10塊錢 它是一張紅色的鈔票 上面的圖案呢 代表的是西元11到12世紀的時候 所謂的羅曼式建築 或者叫做仿羅馬式建築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那不就跟羅馬帝國時期一樣嗎 沒有錯 就是因為它長得很像 風格也很類似 所以才叫它仿羅馬式建築 因為在西元4世紀395年之後 這個羅馬帝國就被分成了 東西兩邊 有西羅馬帝國跟東羅馬帝國 那這個西羅馬帝國在西元的476年的時候呢 被日耳曼民族入侵之後 歐洲就進入了一個 所謂的黑暗時期 但雖然是叫黑暗時期 但其實也沒有真的這麼黑暗啦 只是那個時候呢 沒有像羅馬帝國這種大一統的國家存在 所以在歐洲的土地上 當時都是一些各自為政的小國家 所以那個時候的建築呢 也比較沒有一個統一的特色 一直到後來 西元差不多11、12世紀的時候呢 慢慢就出現了一些比較大的城邦 還有像是威尼斯啊 熱納亞比薩這種貿易城市的出現 那那個時候的建築呢 大部分都是延續這個羅馬的 時期的風格 帶有這種拱頂的厚重建築為主 因為不管是在文化上還是歷史上 大家還是覺得羅馬帝國才是所謂的正統 然後再結合一些其他不同國家 或者是不同城邦的建築特色 所以慢慢的後來就把這個時期的建築風格 叫做羅曼式或者是仿羅馬式的建築了 那麼在接下來呢 就進入了歐元的20塊錢 歐元的20塊呢 是一張藍色的鈔票 上面刻畫的是西元13到14世紀時期 流行的所謂哥德式建築 那我們前面說的仿羅馬式建築呢 在11、12世紀的時候雖然非常流行 但是拿來做教堂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很明顯的缺點 就是這一種仿羅馬式的建築本體呢 非常厚重 而且它的這個色調比較灰暗 在室內的又不夠明亮 所以後來在法國慢慢出現了一種 比較不一樣的建築風格 那它結合了高高的肩拱 狹長的肋拱 還有像是支架一樣的 這個非伏壁 伏的那個肩塔 所以讓原本這種羅馬式的這種笨重 結石的教堂風格 慢慢轉變成這種壽長高聳的形式 然後再加上彩繪玻璃的窗戶 不但可以減輕這個結構的重量 還可以讓這個透進教堂的光線呢 帶有一種神秘莊嚴的感覺 而且再加上那個時候 宗教的勢力 龐大 然後財務又特別的發達 每個地方都在建造教堂 那這種高高的堅塔呢 就會讓人更感覺有靠近天堂 或者是上帝的感覺 所以像這樣子的建築風格 慢慢就開始從法國 開始不斷不斷的流行 後來到了13、14世紀的時候 這種建築形式幾乎可以說是 成為了教堂的標準配備 那因為是從法國開始出現 然後流行起來 所以一開始它其實本來叫做 法國式建築 那之所以叫做 哥德式建築 其實是因為到了文藝復興時期 那個時候的建築家 藝術家覺得 古希臘古羅馬這種風格才是正統的 所以這種脫離希臘羅馬風格的建築 就很像滿族的哥德人一樣 格格不入 所以才叫他哥德式建築 其實是帶有一點點貶低的意義 但實際上這種建築的風格 其實跟哥德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麼講完了歐元的20塊錢 接下來就到了歐元發行量 最大的面額鈔票 也就是50塊的歐元 那它是一張偏橘色調的鈔票 然後配上看起來很樸素的門窗 這就是15 16世紀非常有名的這個文藝復興的風格 其實所謂的文藝復興呢 指的是要復興這個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風格 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過 之所以會叫哥德式為哥德式 就是因為他們文藝復興的藝術家 覺得古希臘古羅馬這種才是正統 雖然是這樣講 但其實文藝復興活動本質上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文化運動 因為在15世紀的時候 歐洲人剛剛經了一場 跟現在的疫情一樣 躲走無數生命的黑死病 導致當時的人民對於宗教的依賴 慢慢就消退了 另外一種想法就慢慢萌芽了 也就是他們會覺得人生苦短應該要及時行樂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不再崇尚哥德式這種高壽間隙的教堂 他們覺得這種東西是蓋給神 又不一定住在裡面的 沒有什麼用 轉而走向實用主義 強調建築的比例還有它的對稱 再加上古希臘古羅馬這種注釋的元素 就像歐元上面這個圖片一樣 然後再加上當時 新興的貴族對於人文藝術的大力投資 所以這個時候文藝復興時期 就成為了藝術大爆發的時期 不管是在繪畫、建築、雕刻等等 都是非常的興盛 所以很有名的文藝復興三節 達文西、米開蘭基羅、拉斐爾 通通都是出資在這個時期 那麼在接下來的綠色100塊錢歐元鈔票 就更有意思了 因為它的圖案代表的就是大家比較常聽見的 在17、18世紀時候盛行的 巴洛克還有洛可可的風格 其實巴洛克這個名詞 原本指的是這個形狀不規則的珍珠 這個風格的形成 跟當時一個很複雜的社會環境現狀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首先第一個在於世界格局的部分 因為從15世紀末開始就進入了所謂的大航海時期 也有人叫它地理大發現時期 那它讓商業還有殖民的活動開始慢慢很興盛 然後物質的方面 大家也慢慢富裕了起來 然後思想的部分也漸漸的越來越多元 可是在宗教的部分 因為16世紀進行了一場所謂的宗教改革 造成天主教的新舊教派的權力鬥爭 甚至還引發了宗教戰爭 所以間接的讓君主專制的皇室權力 還有這個財政都得到了提升 那巴洛克的風格就是在這種 動盪不安的衝突環境下 演變出來的一種藝術風格 那相對於文藝復興走的是比較平衡 嚴肅 理性跟邏輯性 巴洛克的藝術其實更強調的是 動態 還有戲劇性 然後浮誇的裝飾 強烈的對比 所以如果各位去歐洲有看到那種很多金光閃閃的宮廷建築 都是屬於這種巴洛克風格的建築 比如說像是 法國的凡爾賽宮 或者是這個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凱薩林宮 他的外牆柱子上面都會有鈔票圖案上面的那種人物的雕刻 然後配上鍍金的屋頂啊 竹台啊 吊燈啊 還有那種室內整片天花板的壁畫 還有大理石的柱子或者是台階 通通都是巴洛克風格很常見的元素 那到了巴洛克的晚期 可能是因為大家對於這種金碧輝煌金光閃閃的設計 感到有一點審美疲勞了 所以他們就開始用一些比較柔和的線條 還有光線 然後把強烈對比的這個明暗色調轉變為比較活潑的粉色系 所以就叫做洛可可的風格 其實就是巴洛克的晚期 不過因為洛可可流行的地區比較沒有那麼廣 時間呢也稍微短一點 再加上洛可可主要大部分都是表現在室內的裝置藝術上面 所以大家呢可能對這個洛可可的名詞 就比較沒有這麼了解了 那麼再接下來呢 就是新版歐元的最後一張 也就是黃色的200塊錢歐元 那可以看到它圖案上面的鐵窗呢 代表的就是在工業革命之後被大量使用的 鋼鐵玻璃的建築 因為在工業革命之後啊帶來生產技術的進步 還有這個建築材料的改變 那生產的進步呢就讓這個人口大量的從鄉村慢慢的移動到都市來 那帶來的狀況呢就是這個城市的人口迅速的膨脹 住宅的需求呢就急速的上升 那這個時候建築材料就從原本的木材啊 石材啊 轉向那種可以迅速大量新建防護的這種 鋼鐵啊玻璃啊水泥啊這種 那建築的風格呢也從藝術跟文化的作品 慢慢轉變成為單純的技術還有效率做出來的產品 不過呢 雖然我們是這樣說 但是這種建築方式啊 從藝術的角度來說也不是說它完全沒有優點存在 因為用鋼筋跟水泥的組合呢 就讓這個建築的形式還有結構 會有更大的自由度還有穩定性 所以呢這種設計的彈性就讓當時流行的這種 浪漫主義啊新古典的這種想法可以有更廣泛的應用還有發揮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講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呢 就是在1851年的時候英國舉辦 第一次萬國博覽會的時候有蓋一個叫做水晶宮的建築 還有呢各位如果去到法國一定會去看這個愛菲爾鐵塔 通通都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建築 那麼講完歐元的5塊10塊20 50 100 200之後 其實歐元新版的鈔票到200塊就已經完全結束了 但是呢舊版的歐元其實還有一張面額也就是紫色的500塊錢 但是呢因為現在歐洲已經不再發行500塊面額的歐元 再加上呢它上面所代表的圖案就是從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就是差不多20世紀中期一直到現在所謂的現代化建築 那大家應該其實到處在哪裡都看得到啦也很熟悉了 再加上呢這個 500塊的歐元已經不再發行我們就簡單的帶過就好 大家只要知道曾經在歐洲有發行過一張紫色的500塊鈔票就OK囉 好 那以上呢就是歐元紙鈔上面各種的圖案所代表各個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 雖然其實有一些建築風格比如說像是英國的都多士建築啦 或者是東羅馬帝國的拜占庭建築啊 其實它並沒有被印在歐元上面 但是呢也已經包含了大部分我們去到歐洲旅行的時候常常會看見的建築風格 不過呢因為我自己也不是建築專業的 所以呢我是用我自己的方式來介紹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將來去歐洲的時候呢能夠對這些建築看到的時候稍微有一點印象 那如果我有講錯或者是講的不好的地方呢也就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包涵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一期的節目內容呢或者是你們有什麼特別想要聽的主題 也非常歡迎各位在Apple Podcast的底下留言 或者是直接到消夜障旅行團的IG去留言或者是私訊告訴我 那麼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消夜障旅行團我們下周見囉 拜拜